那這個鐵路桌遊券可以帶你周遊幾乎整個關西地區 本次來分享王阪大阪、京都、神戶、奈良之間的重要使用交通票券 大部分來關西晚的人通常不會只帶在大阪 還會去體驗京都的古都氛圍 像是清水寺、八阪神社之類的 或是去奈良看陸跟東大寺 然後再延伸去神戶和歌山、基路城 影片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分享這次有使用的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 非常實用且包含眾多的交通路線 特級哈魯卡列車也有包含在整個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裡面 第二部分的分享 暢游關西地區範圍也是涵蓋很廣的關西迷移鐵路周遊券 它是只能搭乘自由洗的JR列車 且不包含特級的哈魯卡列車 它可以坐觀光快速列車從關西機場到大阪市區 或是再從大阪市區轉車到京都 這個迷你周遊券最大的特點是非常的便宜 三天只要三千日幣 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包含的範圍非常大 最北到敦賀最難到可以去和歌山 包含了幾乎關西地區所有的知名景點 像天王寺、大阪、京都、神戶、三隻公、奈良紀錄 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在雙K平台就可以買到 刷開平台購買會比在現場購買還要便宜 在KK Day訂購完成之後會寄給你一個QR Code憑證 用這個QR Code就可以在刷護照 可以刷護照的綠色售票機兌換 大阪地區可以兌換的地方有 關西機場站、大阪站、新大阪觀光處、新大阪站 京都方面可以兌換的地點有 京都車站、日本旅行的TIS分店 然後天王寺車站是不能兌換的要特別注意 來這個官網看一下內容 官網連結我也會貼在下方可以參考 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包含了圖片鎖式的區間JR列車 可以在使用時間內無限次搭乘關西機場 來回京都之間的特級好路卡 並且免費化位置定型兩次 此地形次數使用完了還是可以搭自由席 另外還有包含了京都市區內的兩條市營地鐵 部分路線的板級電鐵、部分路線的金板電車 京都區域內的西日本JR84 以上為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的內容 那畫面就轉到關西機場來兌換這個鐵路周遊券 如果是在大阪、新大阪、京都車站兌換 一定要找到可以刷綠色護照的售票機場兌換 操作這台機器點選繁體中文 然後點選右上角的藍色框框領取預定的車票 一開始Change all the e-tickets給它兌下去 然後再拿出KK Day或是KLOOK購買的憑證 對準掃碼處掃 一個月內的時間都可以選 像我們是選今天使用 確認然後同意後後面會要求你出示護照 護照翻開頭像那一頁對準這裡掃 掃成功後畫面會顯示拿回護照 拿回護照後再點選確認 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就會從這裡出來 那你一共會拿到五張東西 一張是最重要的鐵路周遊券 那可以搭乘所有JR列車都是使用這一張 那畫位也是使用這一張 那另外一張是不太重要的收據 還有三張重要的兌換券 新都市營地下庭的兌換券 新版電車的兌換券 版集電車的兌換券 這三種都是營日券 然後在綠色售外機拿到的是兌換券 不是真的可以乘車的票券 要到各自指定的地點兌換真的乘車票券 首先是京都市營地下庭兌日券 邀這一張換這一張兌日券 就在京都地鐵站的進出人工閘口這裡兌換 京都地鐵都有人工閘口 可以直接跟人工閘口的服務人員兌換就好 非常方便 兌換好可以直接使用 新版電車兌日券的部分 可以兌換的地點是在京版車站的三條站 東福市站 宇治站 那只有這三個站可以兌換 而且兌換的時間有限制 我實際手訪的確如官網所示 部分時間是無法兌換的 要特別注意 那版集電車兌日券兌換的地點也是有三個 這家官網寫的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那我會貼版集兌日券兌換地點的官網連結 在下方可以參考 有三個地方可以兌換 梅田站的版集旅客服務中心 京都合原町站的版集京都旅遊諮詢服務中心 那以上是京都市營地下鐵一日券 請版電車一日券 版集電車一日券的兌換說明 那基本上這三種的使用範圍都是在京都 京都地鐵一日券是全線兩條路線都可以搭乘 京版電車一日券如土 最南到宇治 然後最北到出流點 那版集電鐵一日券最右邊可以到合原町站 最南是到大阪的梅田 然後最北到藍山 那畫面再回到關係機場的綠色售票機現場 那週遊券拿到後呢 現在的狀態已經可以搭乘哈路卡列車的自由系 然後跟光空快速列車 或是大阪京都範圍內的JR列車 那週遊券也可以馬上再進行化位 那剛剛有說明關係地區鐵路周遊券可以有兩次指定席化位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化位一下 那點選繁體中文 把剛剛畫好的鐵路周遊券放進去 然後點選使用回溯票與預定指定席 剛剛已經放置一張 螢幕的右下角也會顯示一致放一張 那最多可以放入四張一起化位 就依序放入 不可以同時放進去 化位章數三張以下要自己點選插入完畢 四張會自己跳到下一個畫面 然後按確認 接下來要輸入化位的出發站跟到達站 比如說出發站我會選大阪站 然後到達的時候我會選進度站 那輸入一律都是使用平穩 日期跟人數都不用調整 時間可以自己設定 看要大概搭什麼時候的車 我是設定輸入11點10分出發的車 然後再按檢索 那畫面比較暗的班子是已經沒有指定席的位置 比較亮是還有指定席位置的車次 點選綠色空空確認 綠色圓圈圈點下去 我是點選從座位表上選擇位置 有綠色圓圈的代表該車廂還有位置可以選 2、3、4、9號車廂都還可以選位 那我選9號車廂點下去 有綠色圓圈圈的都可以選 那選好位置之後 按下確認後再確認 原本的鐵路周遊圈跟指定席會一起出來 那周遊圈跟指定席的證明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畫面先天要跳到大阪車站的JR閘口附近 進出閘口的時候 其實只要把鐵路周遊圈放入閘口就好 指定席證明不用一起放入閘口 那你要一起放進去也是可以的 只是動作比較多餘 多時一舉 那我們再來說明 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圈的型態 它有一日到四日的版本 這次我是買一日的版本 但是其實四日是最划算的 那兩日以上都是連續使用 比如說我買四日的版本 然後10月1號開始使用 那使用日就是10月1號到10月4號 一日版本是2800日幣 四日是7000日幣 平均一日是1750日幣 那雙K平台都可以購買 而且比較便宜 也有兒童版的版本 大約是半價 兒童是指6到11歲 另外剛剛提到的京都地鐵一日券 金板電車一日券 板級電車一日券 使用的時間必須在周遊券的使用時間內 才可以兌換及使用 還有一個細節是 不管你買的鐵路周遊券 是一日版本還是兩日三日四日 你都只會換到各一份的 京都市營地鐵兌換券 板級電鐵兌換券 金板電車兌換券 那你交互使用都OK 比如說今天用了京都電鐵一日券 然後再用板級電鐵一日券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完全看個人行程搭配 那憑鐵路周遊券兌換來的 京都市營地下鐵一日券 另外還有一些京都景點優惠 如圖所示 那這個鐵路周遊券可以帶你周遊 有幾乎整個關西地區 包含了紀錄城、和歌山、南山、京都、奈陽、宇治等 非常好運用 那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的官網連結 都會在下方可以參考 也會附上KK店的購票連結 以上就是整個關西鐵路周遊券的 從購票、取票、使用的完整分享 再來的關西迷你鐵路周遊券 是關西地區最便宜的周遊券 只有三日的版本 必須連續三日使用 不能搭乘特輯列車 像是特輯哈魯卡就不能搭乘 哈魯卡的自由席、指定席都不能搭乘 其他範圍內的JR列車都可以無限搭乘 關西機場是大阪市區的 光空快速列車也是可以搭乘 所以從機場直達到大阪市區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可能比較沒有置放行李的空間 神戶、京都、藍山、宇治、奈良都可以去 雙K平台也可以購買 也有兒童票 然後訂購完成後會收到一個QR Code 退換方式跟第一部分所講的 可以刷護照的綠色抽票以及退換過程是完全一樣的 那因為沒有包含指定席 所以也不用化位 那票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進查口就直接把迷你鐵路周遊券放入就好了 如果你只要到達目的地就好 不一定要搭HARUKA列車的話 又想要在關西地區大範圍走跳 那這個關西迷你周遊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詳細的官網資訊連結也會放在下方可以參考 那綜合上述兩種的話 比較適合關西地區的鐵路周遊券範圍以外 其實新日本的JR公司還有出相當多的周遊券 像是還有關西廣域周遊券 那點進去有它的範圍 關西廣域周遊券又包含了新幹線列車在裡面 有點像是我們的高鐵 那新幹線的化位分享的話 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跟一般的JR列車化位不太一樣 那連結也會放在下方 那關西廣域周遊券能去的地方更多 當然價錢也比較貴 新日本JR公司出的周遊券 幾乎可以在雙K平台買到 然後在關西機場可以兌換 那這樣就完成了關西地區 及迷你鐵路周遊券的最完整交通攻略